一些事宜的部分 因為就是我們之前七次的 七次嘛 今天第八次 然後大概您講的部分 我就是已經organize的差不多 可是有一些就是會有一些 因為我發現我會有發現幾件事 這應該沒有關係 就是我有發現 就是之前 因為從2016年 就是說您的那個組織 就是那個對談 一直到那個現在 然後還有你過去一些 新聞是還好 然後那可是我發現 那個組織整理 它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講那個口語的話 它其實會倒裝 對 但你們過去整理那個組織稿 其實它會 它其實還是比較是那種 閱讀式的文具 應該是有 覺得很順調 對 是嘛對不對 對 因為 可是一般的組織稿 其實它不會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 我只是 因為我認知的組織稿 不是這個樣子 對 那所以 所以重點是說 就是說 你認知的是連那個山傑浩 或者是 呃 這些都 大 就是 大字出來這樣子 這叫做自動 對 還有就是 比如說你的笑容啊 還有那個 就是 因為它那個會等於是說 我完全真正就是 除了 影像之外 我可以完全從文字上面 我過去的訓練是這樣 然後可以看到 等於是說 我從文字就感受到 我如臨現場的感覺這樣 然後 另外再來就是說 就是如果說我們自己整理的話 就 就我們整理的話 它會變成就是說 比如說像我們在講話的過程當中 那一定都是倒裝的 那我當然我整理之後 我整理重新 論事還有就是說 因為 有時候我們問的問題會重複 還有就是 事宜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 就是 那我當然這邊就是要再論事 那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那在過程當中就會 就會發生就是說 我記得我之前有跟您分享過 就是說 那 看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本來也是 就是先 先大量的閱讀 那看的時候 那時候會了解第一層意思 然後再見到 可是 了解是一個層次 但是在跟您談的過程當中 其實才知道說 比如說我們就 以您講的 您常在講的 那個傾聽來講 傾向一邊 那那個其實也是要我們互動了 一次的時候 我聽到的時候 是又是第二個層次的意涵 然後第三個層次 其實 第三個層次是說 多次之後有沒有 那我比較能夠去理解 就是說 您所講的 比如說 對就是 這是我要表達的 那我也比較能夠去理解到 就是說 那在落筆的時候 我也比較能夠去理解到 就是說 像上次 你有分享的一個例子嗎 因為 呃 就是那個 陳品 您跟那個陳品 吳明杰 吳總他的對話 那我覺得那裡面 我回去有看到那個 看那個內容 其實大部分我們在 你講了兩件事 一個是 那時候是在講那個 你們一起有在做 就是那時候你們在做那個 口罩 往上 然後一個是講到說 就是那個 呃 那時候有 呃 電商 不是不是 電商之外還有一個 就是共鳴跟共情的部分 那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應該會觸動到您的 因為那個部分 我們其實都有提到 可是 那時候 您會特別提到 我覺得是不是有一句話 就是說 我前面講那麼多 就是說 有一句話就是說 其實後來本來 我想 我想 我相信他們來的時候 應該是要跟你請益關於 那時候我看最前面的問題的主軸 是說 就是那個 其實書店他轉型 可是後來你們討論的部分 比較是大的面向 那那個 呃 吳總他其實還有提到一句話是說 他說您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說 就是那個 呃 其實你在學習 讓等一下 我慢慢講 您在學習就是 讓別人 了解 你在學習 你如何社會化的那個過程 我覺得好像是從那個開始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那當然整個就知道 我就記得 啊 真的喔 就是對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之後 那我覺得 就是你整個那個 那個 因為 因為談話幾次之後 我大概可以比較聊 就是有時候你會情緒比較 你會比較高昂 有時候會比較 會 會覺得 比較 比較 那個 不能平 不能講平淡 這樣好了 你平淡也可以 好好好 跟高昂相對還不錯 那 那時候就 就 就起來了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就是 那句話我會覺得 就是是不是覺得 就是 touching 到你 然後我也比較 然後 我也比較 如果 get的到就是說 我就記得 因為那次完之後 那次就是總經理 就很容易 他 他其實有跟你提到就是 喔 思想的載體 我想起來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講的是載體的部分 思想 就是 人其實只是思想的載體而已 然後因為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也很 也很 就是他也很 就是很那個 我就是覺得說 對 這是哲學上的術 這樣 但是之後很容易 他其實還有提到一個 無我的境界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跟你講話的時候 然後後來就是 那個你們 你其實就很專心 想要去回答那個 志萬能力 他講的那個 無我那個狀態 這樣 那我覺得那就是 我想講的 就是我感受到第四個層次 就是說 就是當你在就是 反復咀嚼的過程當中 那 那 他就是 他會轉變成那個樣子 那 那我就不知道就是說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說 能夠真的就是做到 給讀就是給就是 傳遞給讀者的 您真正的那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 怕其實很大部分其實是 是 希望說比較原資源 會呈現出來 即使是透過我的筆 透過我們的反函 透過那個 那我覺得這是我 我的感觸 這樣 那當然也是很謝謝就是 他們對我的包容 可以有這樣的狀態去 去做 做呈現這樣 不然其實你的東西 真的太多了你知道嗎 到處 到處無 無唐鳳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還要去破除那個腦波控制 還有就是 但是一聽到 我就覺得你在腦波控制 我就想說 奇怪是怎樣 是在控制什麼東西 我講完了 我講完了 我聽聽到的 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OK 所以今天就是說 大概就是在 就是 我把一些事情 適宜 然後還有就是 有一些部分 可能就是 進行一些收尾這樣子 對然後還有就是說 比較不連貫的部分 對 好 然後 感謝的話之後再說這樣 因為他們兩個好像很期待 我今天就是要 hold住全場這樣子 好 OK 今天可以 就給兩位這樣 好 等我一下 然後用筆真的 真的有差 只是我沒有辦法把它 掃成那個 我說用筆 就是它真的不會打擾 可是它有一個困擾 就是 就是我沒有辦法像 你的電腦可能比較好 就是 我 我如果用筆 它再重新再觸碰的時候 其實會 會 還是會斷掉 但是用 有一個就是 時段時序那種 對 對 但是用 用 就是現在這樣子用筆 什麼 它這個是可以 可以 那個 你的 是 它是 對 它是 是 有差嗎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沒有用過的 觸碰 你真的很常用 Apple的 我覺得比 我女的神送的 或是Apple的 我覺得Apple比神送好用 對 Apple比較好用 但因為我常常 我常常 我的 我就是 習慣了 因為要打字 就是 我是屬於那種 就是應該要 要數位化 但是比較笨的人 真的 對 我不是一直在講說自己很笨 但是真的是比較笨的人 好 那就 開始 欸 因為我 好 我先把一些 就是一些問題 就是跟你講一下 然後文商的部分 他們也會在 等一下就就那種 好 那就是 可是這些問題可能是比較小一點 就是比較不是像之前 因為比較大端 因為比較大端 我們其實重複也討論了好幾次 第一個就是 呃 想跟您再請問一下 就是說 就是那時候 就是 就是 有幾個 就是那個 呃 您那時候有提到 應該是說 其實您是外省人 是嗎 是吧 我爺爺是外省人 可是您阿嬤是 他是鹿港人 對他是鹿港人 可是 彰化和美人 但是 就是外面有一些 就是在講您的背景的時候 很多都說 您是那個外省人第三代有沒有 那這樣講的話 我也可以說是 鹿港人的第三代 喔 所以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就是 因為前面會有一些 一些您的介紹這樣子 到時候反正你 你看文章你就知道 不過現在也沒有台灣商 整個都沒有台灣商 所以到底哪裡來的外省人 台灣省主席也不派了 已經不存在這個東西了 那 那 所以其實我後面的問題 都不存在了 所以現在不會有人問你說 就是外省入閣的問題喔 因為 因為以前還有省 那還有省 當然就有本省外省之分嘛 對 對 那但是現在已經沒有省了 就是 呃 當然在憲法上面 也許還沒有完全去掉 但是 既沒有經費 也沒有人員 也沒有省主席 可以說是已經完全消失了 嗯 本來還有一個台灣省的網站 現在也沒有了 對 在民眾的概念上面還有 外省人跟行政劃分 有時候不完全相當 嗯 那到底像說 像 現在還是會有說 欸他是外省 外省第二代 外省第二代是指說 不是他 我是說別人 如果是別人 是因為 他的父親 或者是從 從大陸來的 那所以如果 如果父親跟母親 只有一個是從 嗯 就是49年來的 那這樣要叫什麼 其實兩個都可以說 是要看天哪一邊了 對啊 所以 這個是主要的一個挑戰 對 嗯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 就是因為我看到那個背景有沒有 那我在想說 到底要把它去掉 因為在那個網站上面 很多人其實都會 維基百科上面寫的是 鹿港跟外省人煉獄第三代 嗯 對 這是一個比較中心的一個 事實就是一個Facts 對不對 用這樣子 嗯 不過後來好像那個也被 就是維基百科別的編輯者 就整個拿掉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這樣 我也 我也覺得這不是重點 但不會有人問你就是說 就是外省人入閣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 您的 因為我是想說您前面的回答是 如果他已經前面的間諦不存在了 所以自然就不會有後面的問題 對啊 我的想法是 就是現在我們在講話這個當下 其實已經沒有台灣省了 那當然就是說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對人民大會裡面 還是有所謂的台灣省代表 那個是有的 但是只有在PRC那邊有台灣省了 民國這邊已經沒有台灣省了 嗯 嗯 理解 那所以 好那我們就把它去掉 這個部分 那阿嬤那個部分的話 他是陸港人 但是他 你阿嬤後來我去查 就是你講完那本書 嗯 他其實是陸港眷村耶 所以阿嬤他不是外省人喔 這是我個人的疑問 陸港沒有眷村啊 可是那個 他的書叫 從陸港到眷村 有個介系詞 喔 嗯 理解 所以是我的問題 Sorry 抱歉 抱歉 那是我的問題 對 好 然後另外 這個我肆意了 然後另外是 就是 我還是 因為我覺得是衛生分證的挑戰 有沒有 這個部分阿 其實是在過去就是 不管是 就是您談話的過程當中 跟前面三本書裡面 他們比較少舉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也是您現在面對到的部分 那好巧不巧剛好就是說 就是因為陳大友 陳大友有一位李教授 他其實他也 因為他比較 他是反 因為其實 呃 就我所知道的是 大家並不反書衛生分證 大家擔心的是治安的部分 就有點像是蓋一棟房子嘛 他覺得這是應該最後一步才蓋下去 前面要很多配套 那這些都做完了 才蓋最後一塊磚 他覺得順序上面不應該是先蓋這個 再做別的配套 對 那當你面對到這個 這個挑戰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說 其實比如說像上次您解釋的部分阿 我其實可以聽得 我那個邏輯我其實可以聽得很清楚 是說 因為您要解釋的是說 紙本那個部分有沒有 它其實已經不堪使用了 所以我們要換成那個晶片 但是到等到有那個晶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才來討論就是那個 資安的部分 其實也是您講的那個順序的問題 應該是說 紙本 如果你把它目前跟其他別的部會發的 好比像說健保卡或護照相比較 就會了解到說 身分證的紙本 尤其在非公務機關的使用 它既沒有法律來規範 也沒有像健保卡那種 三卡認證的那種方式 去留下一個完整的使用紀錄給你 你自己看就是健康存折嘛 所以 尤其在疫情這一年 大家對健保卡越來越熟悉 這個時候 就會覺得說 紙本的這個身分證 比起健保卡的規範密度 不管在法律還是技術上 都比較不足 所以 民間就一直會有種想法 就是說我們先把 它的法律跟技術的規範密度 提高到 我再多來講資本 提高到健保卡的程度 我們再來想把它精片化 這樣是一個比較順的順序 那之前在2015到2017 比較少人這樣講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當時知道有健康存折 有下載健保快遺痛等等的人 可能有沒有50萬都不知道 但現在已經可能四五百萬了 對 了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那您在訴說的過程 就是我想把整個事件很清楚的交代完整 就是說 那您在訴說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 為什麼不是像 像我們就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就是把這一段講清楚 而是說 比如說 後來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 就是內政部他又舉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說那個資安來找查 然後您是一個 那個總體的那個 就是總 那個 你的態度叫什麼 就是 你說 那個比賽 評審團召集人 然後那部分好像也是 就是為什麼是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 因為你的主張理念就是說 就是 選每一邊站 然後聽每一邊的聲音 然後因為那個李教授他其實 他也有說就是說 你好像也是有跟他溝通 我是看他的臉書的 然後 對啊他本來還質疑說 白毛駭客為什麼會想要來 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來 跟我們分享他們找到的問題 為什麼他不直接就白毛轉黑 就去當壞人了 那他這樣投出來之後 很多白毛駭客很不高興 因為 白毛駭客本來就是 健以勇為的 就是 被抹黑他們很不高興 所以 李仲賢老師還有公開道歉 說 白毛駭客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用這樣的就是自然測試的方法來做驗證 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在意的只是 應該要先有法律跟技術上的確保再發 但是他不是對於自然測試 有什麼就是不好的想法 那他就是真正道歉等等 這樣 理解 所以那如果是到了這個程度 後面那部分 他當然寫在他的那個列頭上面 道歉有行 道歉我沒有看到 因為我只有看到那個 就是後來因為他現在在講他的書的部分 然後因為那時候好像 我只有看到就是說 您也是要他要直播嘛 但他認為說這個方式不是很好 那是他提議 他提議的 所以我就會有很多的疑問產生 對 他提議說要直播 然後 事實上說他本來是想公開辯論 對 那我有跟他說 因為我跟他立場非常相近 所以可能不是辯論只是討論而已 對 那當然他就說那討論可以 那我就去問嘛 那但是後來就是他改變他的主意 對 他改變他的主意 所以他就講說公開直播討論 不適合這樣 但是一開始說要公開辯論 或什麼是他提的 理解 那後來就是說 就是因為您講那個就是 就是 梅拉麥克那件事情之後 所以你們就沒有公開討論 對不對 他就道歉了 就這樣子 那其實除了那件事情之外 其實我跟他在 話題上說應該要更好的法律 或者技術的約束 然後再就是全面緩發 等等的這些理常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了解 那這個案例的話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在 像透明性還有就是 有一些 你基本的主張跟你基本的想法 那個部分 我就有幾個層次 像我們講到你最關心的那個 永續發展嘛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那個 還有遊戲發展 然後就是 那個群眾智慧 就是 AI跟CI的結合 然後再來就是 社會創新 跟那個公 公 對還有一個點 我等一下要請教 公民協力的部分 那像如果說就是 那個社會身分證 這整個過程有沒有 因為我們到 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結果 那如果說他要當成一個例子 他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是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應該不是公民協力 還是有協力啊 在15年就在 重營平台上討論 就是 當時主要的 收到的意見是 大家並不是很放心 把金融的功能整合進去 對 然後到16年 我入閣嘛 那也有幫忙 內政部去策劃開放決策的一個工作方 東藝老師辦的嘛 到17年那個工作方收回來 那收回來之後 有一個主要的結果就是 健保卡也沒有要合併進去 就健保卡 他可以自己虛擬化 但是健保卡跟身分證不一合一 那這個不一合一 那一場會議也是我主持的那個出字稿上面有 對 然後那所以 支付的部分 健保的部分都已經切開了 那剩下就只剩自然人品證 要不要附加上去的問題 那這部分大概在2017到18年 經過那個開放決策的工作方等等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收斂到一個程度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題目很好的 就是說 健保卡當時被切出去說 那他不要跟身分證合一 那健保卡本身也有人有疑慮說 我看病的時候是 就是一開始基本好就交出去了 到最後要批價的時候再拿回來給我 中間已經不知道經過多少人 對 那所以不是說他合一或不合一就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健保卡本身有他本身的要精進的部分 那所以當時我們就開了好幾場的協作會議 然後去傾聽大家對於健保卡的想法 那特別是在大家如果有手機 不是取代健保卡 而是由健保快一通做一個輔助的話 有沒有可能未來健保快一通上面就會有 類似那種亂數跑出來的六個字的數字 或是一個QR code 那你在一開始掛號的時候掃一下 但是手機還是在你手上 最後批價的時候掃一下 但是手機還是在你手上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自然或者是各自的疑慮 那個風險又會更減低 所以健保署有去實際試驗在醫院跟診所做這樣子的試驗 發現大家真的更相信自己的手機 而不是健保卡 那當然不是要取代健保卡 健保卡還是留著 但是等於就是多一個可以用的這種做法 那這個跟我們EID的討論是並行的 那所以這部分也是有公民協力的部分 那如果看網路上也有一些參加健保卡虛擬的話 協作會議的朋友分享他們的心得等等 那所以這是一條直線嘛 那在這一條我們就看到說 可能因為方醫 大家用非常多健保卡的關係 所以大家開始理解到健保卡 它內在的一些防護措施 包含說只有醫師人員可以寫入 那或者藥師人員可以寫入 那讀取也必須要是事先跟健保署註冊的公共服務才能讀取 它不能夠任意當作就是 隨便的個局使用 特別是關於一些比較廣告投放等等這些事情 就是不能夠拿來這樣子使用 對所以有法律上的限制 那剛剛也有講說三卡認證 意思就是健保卡用的時候 你每次從健康程度都可以知道是哪個機構用了 你的健保卡 然後以及對方甚至要拿出他的醫生人卡 有一點跟你對讀的味道 那所以如果這件事情就是後來各自有威脅的 你總是找得到那個把你威脅的那個人 或者至少就是那個服務提供者 那個機構 那所以因為過了一整年的疫情 大家對於健保卡這兩件事情越來越熟悉 所以就會反過頭來要求說 那身份證是不是應該有類似程度的保護 那但本來戶籍法裡面對紙本身份證 其實是沒有這種程度的保護的 那去旅館 確認的時候被人踩色症反面影印 也沒有法律保護 出入大樓或停車場換證 也沒有法律保護等等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其實 大家就會覺得說那目前的這個規管密度 有點太太鬆 那這個是跟數位身份證都不一定完全有關 就純粹大家習慣健保卡之後 覺得本來的身份證 也好像有很多可以改建的地方這樣 了解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間接等於是說 就大家其實習慣了那個健保卡之後 然後反過來理解另外一種卡片 其實它也有它改進的部分 然後甚至以後其實等於他們也有救援進來了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說正反面拍各自協助太多 直掃條碼條碼非常容易偽造 所以就是說現在的各種挑戰 你如果沒有健保卡跟它比 感覺還沒那麼差 但是就是因為有健保卡跟它比 就覺得說這個就是 還能再撐多久呢等等 那就有更多的討論的空間了 所以我覺得這蠻好 就是我們17年或18年 覺得有收到的東西 因為19尤其20年 對健保卡大家的體會變多了 健保卡虛擬化也開始做了等等 所以大家反過頭來對於1718年 收到這個東西 想要重新討論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上次有提到就是說可以合一嗎 對 不然那麼多卡片 因為您說未來可以 還蠻期待 就未來手機上面 就在手機上合一 對 不是說卡合一 對 因為阿嬤就是比較年長的人 他們的確真的有 有這種不方便 對 因為有回事我也問了 對 對 那了解 那這是這個例子 我想要把它搞清楚 不然其實也蠻多聲音的 嗯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 直播後沒有其實我有問過 但是我還是想要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說 因為有一個例子其實也蠻常出現在我們的對談跟文字當中 就是說 譬如說 就是那個部分可以請您就是在 想說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 2020年 11月9號的時候 第一次坐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從那個密室跑出來這樣子 然後到今天就是2021年有沒有 1月11號這樣子 那時候剛坐下來的時候 其實 其實您有一段話 那段話 我 我確定是您講的沒錯 就是我還原一下那樣 就是我們彼此就是 就是說彼此放棄的彼此的那個就是製作權 別人能夠來用 重點不在這裡 就是別人來用 然後就是他用了之後 然後 後面的人 他變成一個新的創作 然後後面的人 其實 一個新的創作 然後他可以讓未來的人更好 那個部分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 其實他 嗯 我再講一次 所以重點在哪裡 好重點 我把它完整講一次 因為 最主要是有一個部分 我沒有 我上次沒有提問的很清楚是 您對於未來想像 未來美好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其實是串聯你整個思想的脈絡 但我都是只有停留在現在 就是 因為 有兩個部分 兩句話 一個就是說 就是 我們去想到 就是去焦早下一代的人 其實會更快 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 第二個段落是 我剛剛提的部分 就是說 就是 我們在對談的過程當中 今天如果說 有一個人 他看YouTube的時候 然後 他有一個新的創作 那個新的創作 其實 如果能夠 變成一個 不一樣創作 然後再未來讓 讓未來的人看到 會使未來更好 我記得 對 我記得是這樣 但是 就是說 因為我又看到別人 就是說 那時候應該是有採訪您的 一句 有一個訪問 他也有提到就是說 對於未來想像的那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 那最後其實是還蠻好的 那 那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您 闡述一下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對於未來美好 這件事情有沒有 那 對您的意義是什麼 你的問題 我這樣清不清不清 不夠清楚是不是 我這樣有點跟前見不太接 因為你的前提是說 我們現在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那 你有扣我一句話說 現在拋棄著作財產權 是為了未來的人 如果要去拿去 運用到我們沒有他想像的 運用上的時候 那他可以更順利的做這件事情 讓他的世界變得更好等等 但是 那個是 未來的創作者 以他的主觀去進行創作 但你現在拿這個前見 問我後面的這一題是說 我對他的那個創作有什麼想像 我沒有什麼想像 我只是提供材料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你對這個 就是他的新的創作 或他看到的東西有什麼想像 而是說 你的這個 這個想法 或是你主張的這個做法 因為這個是您認為的 你說後世還會有人做創作 對 這種感覺 對 因為他其實就是跟我幾百科一樣 其實就是您講政府的概念 對 對 就是這 empower的概念 那 可是這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之前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多半都是 不管舉例 都是停留在empower 或dispower 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比較沒有去談到 就是說 就是 對未來下一代好的那個部分 因為那部分我常常就是 我就是 我們就是在就是說 有很多事情就是讓時間去發酵這樣子 對 但是未來的想像更美好的那個部分 我相信在你心中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主張 那 不管是文化 科學 教育 都是這樣 可能跟我們很有關係 對 其實我們以前曾經出過一本書 就是著作權到底保障了誰 對 其實很多像 還沒有真正著作權法以前 所有人的寫作它都叫公開 我只要不小心 我有拿到一個操本 我給他 我給你操 那他就可以去操了 操了之後他就一直流傳下去 就像很多古書 你刻嘛 你就自己刻 可是自從有了著作權法之後 就不是了 那包括台灣 在民國83年 著作權法實施以前 我們要出外版書呢 只要你到國外 書店買到 你回來你就翻譯了 你就逛個誰編譯嘛 你就出了 可是後來就被侵權了 可是 那樣的才是 您說的 透明 流通 跟開放 可是呢 對創作者而言 我就沒保障了 我寫了之後 你想要拿去用就是用 不過像服裝設計師 到現在都沒有著作權 在大部分的管轄領域 可是有三在 那先別提到 提到那個 那我不知道 也很想想問的是說 陳某他把他的作權是拋棄的 對 他的拋棄跟未來美好之間 他說的增幅 是不是說 因為藉著他的拋棄 讓很多東西可以 他自己的東西一直流傳出去 從這個到這邊 然後他可能又擦出去了 又擦出去了 又擦出去了 對啊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很廣泛的影響 對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不受限制嘛 所以他的結論是不受限制 但是這個跟美好似乎是 其實我要問的很簡單 兩個概念 對 是兩個概念 一個是過程 一個是結果 然後 但是那個結果 對您來講其實是無限 其實我只是想要問的很簡單 就是我講簡單一點好了 我只是想問的就是說 因為我有看到一篇您的訪問 然後就是說 您對於未來的一個美好的想像這樣子 我其實就是要問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 總經理他講的那個部分 不太過分出去 那個之前我們有討論 那當然是美好的一個產生 那就是有點像類似那個 各美其美這個概念 他那個各自美好 他自己的美好 各美其美好 各美其美好 這個各美其美 對對對 有這個 因為那時候打出來的時候 我想說這是 對 但是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那時候就是他有講到說 您對於未來 未來美好的那個 的 你要問的是說 為什麼對未來可以有美好的想像 對 而不是壞 就是是什麼 就這樣子而已 有嗎 因為我看到 因為我看不懂他在寫什麼 我這樣講好像不太對 所以我才會想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那個過程我理解 我能夠理解就是說 而且我真的 我後來也覺得說 為什麼你那些上次會跟我說 結束之後我會做好 我想說我每天不是也是在做好人嗎 那可是不太一樣 真的不太一樣 就像說 無形當中真的被影響 去哪 就是去買一支筆 這樣子 那好 我回過頭來不要插太快 不然我們那個 又去挑鑰匙的思考 就是說 對於未來的美好的想像 在你心中有這個化成嗎 嗯 我的回答就是那個各美其美 就是我當然理解到說 未來的情況 我已經登出 我已經不在 根本看不到 那但是至少你要相信兩件事嘛 一個就是說 文明是連續的 就是說 未來的時代多少會用到前面時代的素材 不然的話你現在應該什麼都不要常做 因為反正用不到 對吧 那第二個是說 那在你不給後代限制的情況下 後代會自己去 因應他們當時的情況 運用你給的這個素材 就是說他們有能動性了 那這兩個我想是最基本的假設 我們很少拿出來講 是因為這是很類似良質良能的東西 但是就是如果硬要拿出來講 那就是這兩個 對 我覺得很好 為什麼叫做硬硬拿出來講呢 因為你是會怕說是說教是不是 不是就是說 就是說後代會使用前輩的知識 或者是創作的素材 以及後代有他自己創作的能動性 那這兩個 基本上如果你覺得這兩個有一個不成立 那其實大概就不會在這邊做創作工作 因為 因為what's the point 對 所以我不是說會像是說教 而是覺得說 這就好像說 如果下雨了 地會是這種程度的事實 不是說不能講 只是說過於基本這樣 對 可是這種 你不覺得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嗎 是這樣子喔 好 那就值得聊一聊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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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大概是 你們有沒有要對這個 因為沒有我就要問這個 好 那 可以容我插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今天要不要 因為我已經寫稿寫到有點好 著作才子 著作權 對 最近 有一個很大的議題 叫出版評審家 是啊 對喔 鬧得紛紛擾擾 真的 說要什麼免稅 就要登記什麼東西 對 對 那其實一聽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怎麼可能到現在這個年代 第一個 出版法廢除的時候是出版自由 那第二個是 台灣現在已經是言論自由 回過頭來做這件事情 要卡這兩關 那要怎麼做 然後後來我查了一下說 喔好 我可以用免稅 跟不給你書號來控制你 對啦 那不是跟 所以 反過來講就是 我如果願意繳營業稅 也不需要一個書號 那其實這個跟我關係就不大 對 我願意繳營業稅 然後第二個我用商品嘛 我不要用ISBM 我一樣書可以流通的 所以 單單執行是 就有困難 但是 政府萬一要去查 查你公司的水表 我們編輯可以不管 可是萬一老闆說不行 那個政府已經來查水表了 來查稅了 你就得要乖乖的 那我們編輯也就只好去從 但是 這是執行面 但是我說概念面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其實我不知道 我完全沒有在意 那您 可以問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台大 台大新聞系 還有李律 他們在1月16號要在台大的社科所 就辦一個論壇 就是要探討這件事了 那我剛好 OK 我自己因為沒有參與這整套的討論 我自己是覺得說 我想重點還是大家了解到它實際的法的效果 對 就是說我們之前也常常會說 這邊正在討論某個案子 但是外面傳出來就好像已經定案了 說要插學標 做言論觀支 要斷網 要封網 要怎麼怎麼樣之類 對 但其實沒有嘛 其實在做一個關於某些特定的個案的一個類似像學術研討 或者是一個多方厲害關係的一個交流會 那但是可能因為就是你知道沒有完整的紀錄全部都公開 所以就是個別去的人出去之後 會從他自己的概念裡面去想這件事情 那所以往往傳出來就好像真的是很很嚴重 但我覺得這裡面 我自己比較高興的是 大家對於這種言論自由 或您剛講出版自由的在意的程度 就是不要說他真的有倒退 他有任何倒退的可能 那時候大家就會很願意把社會部門集結在一起 然後很認真的討論這件事情 就像當時我提出說應該要有民間的事實查核中心 民間的事實查核中心 就是去傳說 好比像說謠言說 什麼投票的時候有隱形的墨水 你不管蓋水到最後都跑到同一個人身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是真正在傳的謠言 不是開玩笑 對 說什麼開票開到4號 其實只有三個候選 等等 這個應該有 有有有 應該有看過吧 應該不是我幻想出來的 應該是真的有這些東西 對 對 我看到那個我能看到那個 對 就是 所以就是說當時的想法就是說 不是只是好像中選會或者是公家機關的事情 如果有一群專業的非營利的而且也不是收政黨或者是政府錢的一些新聞工作者 他們可以去調查這種情況而且即時給出一個查核的結果 那在社區媒體上面可以公布給大家知道 那這個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等等 我大概在2017年初有提出這樣的想法 那當然後來因為國際上有一個時時查核的網絡 所以現在在台灣也有台灣時查核中心啊麥可佩納等等的出現 那但是我當初剛提出這個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多人反彈 他們覺得說好像國家要成立一個政理部 好像說這個行政院要養一組人來就是每一則訊息來判定他是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這樣子 那我在講的其實是社會部門 並不是行政部門的權利 那不管是社會部門的事實查核 或者是當然就是在最近可能施案法 之前選法法傳染病房治法 有一些法律保留的部分 二加害的部分 但這個是法院嘛 這個是社會部門嘛 其實都沒有把行政權再擴大或再集中 但是當時因為就是大家聽到時時查核這四個字 可能就已經往那個偶爾那邊想了 對 那所以我就當時幾乎是在網路上任何提到這個關鍵字 我就留言然後跟他討論 那所以這樣子回額有沒有上千則留言 然後去跟大家反覆的辯證這個概念 那到最後大家了解到說沒有這個是社會部門 屬於自律的一部分 應該這樣講 對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民間對這件事情很在意 那在意的結果就是它會反覆變賬 反覆變賬大概就會收斂到一個不壞的結果來 對 那如果沒人在意的話 那行政權確實容易擴張 確實是如此 其實這也是一個公民協力的一個歷史 絕對是 對 對 你剛剛提到那個民間查核 對 我知道有看到報導您有做這件事情 我有提出這個想法但不是我去做的 對 那您知道這有些年輕人 對 對 說您是網軍 你知道有這個消息嗎 那我從來不攻擊人 對我來講 要攻擊人才叫網軍 對 就出征了 對 所以 對 我從來沒有攻擊過任何人 也沒有 要求任何人去攻擊任何人 所以 就是 原封奉還 對 好 了解 好 我要繼續囉 好 沒事 沒事 今天 比較 輕鬆 雖然昨天我不是睡得很好 但今天 沒有我很好睡得很好 對 對 另外一個就是 其實我今天都是小問題 因為我其實就是 因為我之前就是問您喜歡的 就是 書還有歌嘛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哈密騰那個歌我也找出來了 然後 可是我有看到就是說 你有講到你喜歡的那個電影 這是我個人的好奇 因為那個其實可以增加感性的部分 因為 因為我們前面在產出很多的主張的時候 其實它是比較理性的部分 因為而且其實那個也影響 比較理性的 那個角度去產出它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 對 好 那不是重點 就是說 因為你有提到說 你喜歡那部電影是那個 一星就是Arabble 對 然後我好奇的是說 因為它那個結合 就是 因為您在講那個 就是說 您第一次 就是您 用那個 VR 在看那個 那個地球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幕一直在我心裡面 就是 沒有辦法忘卻 因為 那個殘落的地球 那個感覺有沒有 很像就是說 因為剛好最近 就是剛好在進行 進行到就是說 你在看 就是在看你的地球環 就是那個永續發展的部分 因為我把SDGs那個 你講到那麼多次 我終於把它背下來 然後 那我覺得 我想去試圖了解 你為什麼那麼強烈的 的 的 去主張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知道 就是說人之為人 會有他 他 他 我覺得 會有他的 一些 會有 好啦 重點是說 因為我今天有點亂 就是說 就是你悲天明的那個部分 然後再加上 就是 我想到你VR那一段 那我個人會比較好奇的是說 你又提到就是說 就是你喜歡的那部電影 有沒有 就是Arabble 那個部分 那他那裡面其實就是有講到說 就是說 儘管已經 我覺得他很 他非常失意 因為他有好幾個層次的部分 就是說儘管已經知道 人生的旅程的終點方向 我依舊會去擁抱他 並欣然接受生命裡的每個時刻 有沒有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就是說 告訴我們 就是說 就是你喜歡他的 他的 理由 雖然有點 那你喜歡他的理由 還有就是說 就是他裡面的那個意境 是哪一個部分 闡述到你 然後第三個層次是 我個人的腦洞 腦洞大開 你是不是 你會不會就是 常常幻想 其實你不是地球人啊 這是 我覺得到後來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 不屬於地球人 然後其實你是 你可能是從外星球 然後甚至你在看VR的時候 其實 其實你其實是在遙望你的母星球 我不知道這是我腦洞大開啦 三個問題這樣 OK 嗯 沒有啊 我看VR的時候 多少還是會 就是 目光焦點 多少還是會放在地球一下下 沒有說 有什麼別的星球才是母星啊 這個 應該是屬於勞動的部分 就是 哦 對 那當然就是未來也許去火星什麼 我能夠再說 這是一部分 那 另外一個是 你剛剛提到說 它的 裡面 其實那句 很好的 就是 已經知道 我即將講出這句話 但是我還是 全神貫注講出這句話 因為 有一些語言的用法 它不是 它不是作為工具型的使用 它是作為 我們叫做 就是它是 掩飾性的使用 就是說 講出這句話 本身造成一些效果 而不是這句話 要藉由這句話說服對方 來造出什麼效果 所以 Performative的這一部分 我想是 Arrival裡面 最主要的一個 核心的一個想法 就是 呃 這些外星人 雖然已經了解 前因後果 但是它的前因後果裡面 它還是讓這個未來透過它而來臨 那所以這個是 變成一個 一個演示性的一個活動 這樣 所以我想 就是未來透過我們而來臨 這個概念 是我覺得 Arrival裡面 講的特別好的 或者 從威根斯坦角度來看 演示的特別好的 那演示的特別 就是秀 不是 camouflage 是秀 就是 顯示的特別好的 對 那這個顯示的過程 我覺得 也是 很多 就是 就是後期 威根斯坦想要逼近的那個東西 就是 你沒有辦法用理性的部分去定義它 但是你如果把旁邊的狀態都安排好的話 那主體自己會感覺到這部分的未來來臨 那這個等於是不可言說的 但是你可以 讓它的環境變得比較適合這種事情來臨 什麼 詩意對不對 就是後面講的 剛剛這個inspiration 那種感覺 對 對 一個附成 對啦 一個附成 了解 透過我們 未來透過我們的來臨 其實這個 對 我問的不好 其實就是我剛剛想要問 就是說 其實 您對於未來那個話題的想像 不是想 應該不能說想像 它的 它的狀態 對 然後這個是 我 因為它很 很詩意 嗯 所以很難言語啊 那我有沒有辦法像你有這樣的言語功力 好 您聽過電膽小孩嗎 沒有耶 Indigo Child是不是 英文我聽過 NH的 對 對 我不知道中文翻成什麼 就電膽小孩 它意思是說 因為 很多靈魂就是一直在地球 但是 這幾十年來 因為地球要成為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很多的靈魂是開始從外 外太空的靈魂想要來地球去 對 Indigo 這樣有的話 我知道 對 電膽小孩 可能是靈魂的 最近很流行耶 最近那個靈魂集走完 瘦那個 對啊 我還沒看 可以去看 有正版道版都有 OK 好 感謝 您會 Follow他的問題 您會覺得您像電膽小孩嗎 因為 從小很多人這樣講 所以 對對對 但我就帶著一種欣賞的態度 因為那個 您也很喜歡 它中文 因為它是照著中文翻過來的 那我看到另外一個 也是人家採訪您 您說您很喜歡那一個就是 腦筋集轉 不是腦筋集轉 是啊 五個小孩 就是腦筋集轉 腦筋集轉 那個什麼inside inside out inside out 然後瘦它其實 其實它不是延伸啊 好沒事不要理我 因為你們剛好講 剛好講到那個靈魂小孩 OK 我有空去看 就先不用爆雷這樣 爆雷 對對對 看這個也非常要爆雷 我沒有要爆雷 不要爆雷 因為像是看著天能 我覺得很 我覺得好複雜 不過天能很難爆雷 對啊 說不清楚 想爆雷也亦不可得 對啊 因為我看第一遍 我沒有看得很懂 但到第二遍 第二遍 對它真的還蠻 好不要那個 那個好了 好 然後 好這邊我就 我了解了 因為那個 你講到那個 你終於想到我一個人實談了 耶 好沒有 因為之前 你都沒有講 嗯 但因為我真的還蠻 然後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剛剛沒有追問下去 就是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是 特別有提到就是那個 就是 我 那個 陳品的那個 吳敏傑吾仲 他講到就是說 其實他的原句話 我這邊有抄下來 就是 學習讓別人了解 別人了解 他在學習社會化的過程 我自己不知道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其實是在講 一個過程 我沒有追問下去 但是 是不是這句話其實有 他尋到你 就是有 有著重到你 我覺得那個脈絡是在講說 因為他是在跟他一起來的同事解釋說 我的方向比較不一樣 對 有點相反的方向 有些人的方向是他在生活當中 慢慢有一些接近於修行的那個片刻 那 可以感覺到那個就是 subline的那種感覺 那 但是從 吳敏傑老師的方向來看 他覺得我好像是 就本來在subline的這個狀態 但是因為要跟大家 教談 對 所以就必須想出一些社會化的講法 但是我如果不是在這種互動的狀況 我自然是回到那個subline的狀態裡面 所以跟大家社會化的方向相反 我 記憶狀態是這個意思 對沒有錯 對沒有錯沒有錯 偶然真的是這樣子 那 我對你的感覺也是這樣 是是是 了解 那所以就是說 第一 就是第一個 是不是那個 在那個點裡有沒有被觸動到 是不是從那個點 是還是不是 anyway 我覺得 我覺得 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吧 嗯 就是說 他當然有幾個嘛 小表我說 欸對我來講 我就是活到上一刻 對 那這個當然也是 還蠻他情的 一個點 對 那就是說 不是看不懂啦 就是 不是看不懂 不是他看不懂 是我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就是說 並沒有哪一個點上面好像突然感 呃 感覺彈花的品質轉變了 是 呃 很多接續的點啊 很多接續 沒有沒有沒有 跟你沒關係 是我不能到那個 那一段 應該是說 那感覺沒 呃 對你而言 已經回到上一刻了 但是那一句的話是 所以這一刻就是一些機制在運作 嗯嗯 嗯 是這樣啊 那句話 對 但是我會比較 因為我們在那個文章裡面寫到這裡的時候 會怕讀者誤解說 現在這個機制在運作 感覺說這一個當下是 就只是 各種 生理的機制在運作 然後我們 我們這個 我們 呃 外在的一些機制在運作 然後大家在這邊 可是我是覺得 對讀者以來 這可能比較有一些容易造成的 誤解 確實啊 確實啊 因為那個是在脈絡裡的一句話 你抽離脈絡是 對 所以對於現在而言是 只是一些機制在運作 這一句可不可以再幫我們再多 多解釋一下 那那一句話 它的脈絡是這樣 就是 我們 呃 如果硬要 維持一個 continuity 一個連續性 那就會有點好像 錯失掉 呃 每一個當下它的可能性 這個是最基本的 那所以 呃 當時 呃 吳明傑的 的point是說 如果呃 我們就是 覺得說好像我內內在有什麼 非得完成不可 那 難道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難道不會覺得說 呃 內心的各種需要啊 各種呃 期望啊 各種什麼東西 它 那個難道不是連續性的 的主幹嗎 有點這種感覺了 那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欸 對我來講其實 因為我是活到上一刻 所以呃 我的下一刻 它的可能性是完全是開啟的 並不受到 上一刻的那種呃 就是 個人的期待 欲望等等的東西 所所牽制 那但是當然呃 我只要是在跟人互動 我不可能完全沒有連續性 一定是有連續性 但是在我自己的時候 還不想睡著的時候 那醒來的時候 就完全不受昨天的前置 這個倒是可以很誠實的說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嗯 我剛剛聽了哈 我用我自己說 他可能認為你是個方外人了 嗯 但是呢 為了某些目的你入世 對 所以很多的每一刻 你都是隨雲硬化 對啊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啊 對啊 但是這裡我也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這過程當中有沒有 如果你寫隨雲硬化的話有沒有 他就會變得很 他又變到宗教去 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這些字只有這些 早點研究的東西 對這些人 可以把它在白話文藝裡面 寫得出來 但是我意思是說 我catch到 他想 剛剛說上一刻跟下一刻 其實 雖然是連續的 但是 每個下一刻 他都是因應當時的條件是什麼 他就自動有限什麼 就叫 或者用隨雲硬化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很久以前就研究這個了 所以他們 留下來的這些字很好用 但是也因為 就是後來也有人用來發展宗教 所以就 很難這個拆得開 也是這樣 好 隨雲硬化 但這個很好 了解 因為這個 對就是 那這個的話 比如說 我常常 就是在之前一直請教您的部分 就是說 就是那個 就是 大家也會把它 如果脫離 不要看成是宗教的話 有沒有 那是不是就是說 您 就是比較是 一於常人的天才 嗯 你說如果不要看成宗教 你可以看成天才 我不能確定這兩個類別怎麼 怎麼放在一起 就是說 就是 因為宗教講的是普世心的 大家在信仰系統裡面 對 那你說天才那個 一般來講是比較形容個人的 對對對 對 所以我不確定這兩個怎麼放在一起 對 因為我現在是用 因為我是一般的凡人 所以就是 我要用凡人 因為 因為書要 是一般凡人 看得懂的東西這樣 對 那所以就是說 以一般人來講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就是 您就是 如果我不是用 宗教那樣子的狀態 來看您的話 有沒有 那是不是就是說 那這樣的狀態 就是 天才 可是因為我們在討論過程當中 我們 不是也在講說 我那時候在跟 對對您講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是在解惑天才的過程 因為那個其實 有一點點是被定義是 就是 數字上面 什麼IQ 180 或是IQ多少以上 這樣子 對 但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的 一直都是 不管是說 回到 薩布蘭的狀態 或什麼 它其實在講的 還是一個普世的狀態 就好像說 如果有 就是 吃飽喝足睡狗 那人自然會進入一個 就是 比較能夠 隨著 當時實際的情況 來反應的狀態 而不會一直卡在 昨天或前天的狀態裡面 那這些都是 就是 作為人是普世的東西 不是說 人類裡面 什麼千分之一才能這樣 任何人 吃飽喝足睡狗 都會比較 進入自然的狀態 所以我要強調是 它的普世性 而不是它的稀有性 但它真的很普世性嗎 因為剛剛好 就是我在 就是找 找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剛好有看到就是說 就是他們在統計 那個就是 韓國大學的一些學生 就是說 他們的 因為現在就是 有很多的訊息的干擾 過多嘛 然後不然就是 跳出來的干擾這樣 那 的確就是說 您講的那種 就是最基本的 吃飽喝足睡飽 然後 但是這個其實 對於現在的人 其實有90%的人 其實很難做到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說 是不是比較聰明的人 或是被稱為天才的人 它其實 就是等於你的普世 就變成 在現代的原因 它變成所謂的個人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被貼上了 所謂的那個天才的標籤 我要問的問題 其實是這個部分 因為我必須要去解答 這一層的疑惑 我才能夠在整個 解惑天才的過程當中 當然它不是一個主命題 但是我才能夠在這個 解惑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去講說 其實我們能夠 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 說不定哈佛大學生 反而特別不能做到 對不對 因為他們就是 可能壓力比較大 或者要做事情比較多 或者社會期望比較高 所以還不如 就是從事一些異級產業 農民漁民等等 來得容易 就是睡飽 或者吃飽合作 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這樣 他的境界 不是來自於 他的頭腦 你知道嗎 你應該這麼說 這個 他的境界來自於 這個 我們想要探究的 好 這你應該是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就是吃飽喝酒睡夠 這是最基本的 那我不管就是 你剛剛講的這種 認知功能好 或者不好 或怎麼樣 我不覺得 我認知功能 特別好的時候 跟特別不好的時候 對我的吃飽喝酒睡夠 有什麼影響 我就很坦白想 那我 好 那我還是不免 我再問一次好了 那在你心目當中 除了用心想的態度去看待別人 說你是天才這件事情之外 就是說你對於天才這件事情 你怎麼 你怎麼看 對即使我已經問過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我會特別把那個 就是說 學習別人 我知道前後有脈絡 就是學習 讓別人了解 他在學習社會化過程 可是我會覺得其實 比如說這些話 他即使他有前後脈絡 但是當我在看的時候有沒有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要嘛 他有一個第三者的角度 就是別人把你神化了 然後要嘛 他有一個角度就是說 你自己 就是事實上 你真的是也是很聰明啊 跟別人比較 跟別人不一樣這樣子 那但是對你自己來講的話 我當然我也知道 我也 我當然我自己也知道 你已經有一個那個 全形的空白 你全形的空白是不是等一下要問 全形的空白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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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這樣子 你有你自己的答案在那邊 可是我還是想問的是說 還是想試圖的想像 請您來談一下就是說 那你怎麼樣 即使你現在已經到波這年了 你怎麼樣看待別人對你 還是覺得你是一個天 你不是兒童了啦 你是天才 因為我上次你回答 就是因為我講天才兒童 快40歲了 這個還叫兒童 那時候 別看便宵 那也很好 對 那我是想說 因為這個歸陰 我就是覺得沒有什麼好歸陰的 是因為像舉例來講我180 真的公分 對 那身高 所以但是從我的記憶中 我身高110的時候 120的時候 150的時候 160的時候 跟我吃飽喝足睡夠 是完全沒有關聯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來問我說 我要歸陰到你身高180上 那我就會覺得有一點荒謬 因為顯然這是不相干的兩件事情 可是那個是生理上面的 可是天才那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它是一個抽象的語言 跟生理上面 實際上面科亮出來又不太一樣 我同意啊 我同意啊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自己的認知功能的發展 跟就是我能不能進入一個睡飽的狀態 我自己並沒有覺得中間有任何關聯 就是有這個好 這個不好 這個好 這個不好 這個好 等等的狀態都有過 所以我很難從我個人的經驗裡面說 那人家說我認知功能很好 是天才 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在睡飽的情況下 碰到什麼 就回應什麼 而不會被過去所纏繞 這兩個有什麼關係這樣 理解 那我 好 我再冒昧的請教 你沒有一絲一毫 從小到大一絲一毫 感覺到就是說 就是自己就是一個聰明的小孩 就是一個 你沒有一絲一毫有過那種 就是除了你被霸凌過 然後曾經帶了一個 偶爾如果我要把書放到上面的塑膠 我偶爾也會被提醒說 我其實身高蠻高的 就是說用到的那一刻會感覺到 但我不會時時提醒自己 我身高180 這有什麼意義 不是時時提醒 可是你有沒有曾經有 當然就是 有請你回 對 那你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說 總經理等我一下 我知道你有問題要問 就是說 我把這個東西探究出來 就是說 就是有沒有一刻當中 突然就是心裡 我們常常 比如說 那你喜歡的那個 就是印刷奧層裡面的五個小孩一樣 那有時候 其實我一個 我那個樂樂跑出來之後 有沒有 欸 我這個做得還不錯 欣賞自己一下 欸這個書可以放這麼高的地方 還不錯 不用特別搬椅子 當然會開心一下 但是 那就過了 那你人生當中 沒有一刻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 我就是臭屁一下 然後驕傲一下 然後就是 可能有一兩秒 但是就過了 從小到大就像一兩 就是跟你生前一樣 就是那個片刻可能一兩秒 對 但是之後不會特別在 花力氣在那個上面 所以你沒有 世俗當中就是 就是那種就是 驕傲過 或是 就可能有 但是就很短的時間 對 那是最多之後 可能最多十秒吧 所以其實你等於是 從十二歲之後 你開始海闊天空之後 你就海闊天空了嗎 謝謝這樣 好 我沒有問題 好 這 你要繼續這個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狀態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 去把它問出來 不然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全形空白的笑話 有沒有 很抱歉真的 我那一刻 因為我很重心聽你講話 然後後來我回去再看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即使我再去找那個 全形空白的那個笑話的典故 但是呢 這個跟上一刻下一個的那個 一樣 就是說 可不可以再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說 那時候我們談到全形空白 那時候舉例是說 那時候舉例是什麼 木志明 對對對 木志明 對 立體的 我後來知道 那個方式我還在學習當中 就是再重複再看一次 但是我記憶力真的很利好 對那個部分的話 可不可以再幫我們 闡述一下 就是說 不管它 它是不是 立體型的 全形空白也好 這樣子 然後可是它的意義 可不可以講得更白話一點 這樣子 當然笑話解釋就不好笑了 對笑話你不用解釋 笑話因為我自己有查了 好 OK 我想概念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講到木志明的時候 講的是說 你到這個地方 我說物理的一個地方 你可以藉著上面的一句話 去想到過去的某個人 他的生平嗎 那或者是我們說一個人的遺言 他講的最後一句話 也可以去對後代產生一些作用嗎 那當然有些人講的很簡單嘛 像維戴斯坦士說 告訴他們說 這個我這輩子很開心 對不對 這是很棒的一句遺言 那但是有些人是很長嘛 就是勢力與國民革命什麼的 對 好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每個人對這個的 不管是篇幅 或者他想要造成的影響 等等不一樣 那對我來講 為什麼我說群群空白 意思有幾個 一個是說 它不是在特定的場域 你在每一個地方 只要看到海邊有一塊石頭 上面的木志明都可以說是空白的 所以其實並沒有特定的地方說 這邊才是唐風埋骨之處什麼東西的 沒有這個場域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訊息是交給後世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塊空白的石頭 你可以在上頭各自或寫字 但如果上面已經寫滿了 就是什麼 就是聯合平的代物質民主廣東奮鬥 那大概你就不太可能在上面再寫字了 對所以他講的也是對於後代的就是開啟吧 就是剛剛講那個各美其美那個部分 大概這兩個 而且你連死亡你都要各美其美啊 是啊 是 這樣子活著人會不會太累啊 不會啊這樣才是最不累的 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 對啊你就不用 就是那個聖言老師說那個 本來沒有我一切皆可怕 對 因為我也是因為您就是 重新再把聖言老師他的108句話 然後再找出來 所以其實您也是我這兩個月的貴人 嗯 好的 好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了 剩下就有兩位他們可能有事情要跟你講 請 就是因為我大概也是以後面的部分 對我記得應該沒有後面的 那個例子 因為我們 對你 好 就是 我們算是比較 就是您近幾年來 除了跟您跟那個就是社會部門 或社會團體他們見面 我們算是比較常見面的一組人了嘛 對 先不管就是採訪的目的 或是採訪的TA是誰這樣子 那可不可以最後就是 對於這八次下來有沒有 就是您的 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感情 反正全部 因為我那天看到就是說 原來是我們雙方都拋棄 就做的錢當然都可以用 那反正什麼都可以 就對啊 嗯 我幹嘛不輕鬆一點 我這麼累幹嘛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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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浸一下 他拋棄著作圈 我們出版社沒有 他們的就是 未來大家怎麼使用這個原素材 就是原訪問是大家的自由 但是你們有編輯著作 那個編輯著作本身有創意 那個是可以主張著作圈的 對 不要把後面的編輯著作圈 一併拋棄掉沒有 沒有造成 大家能夠使用這個原素材 我覺得我們會在 我這邊只要有任何看不懂的地方 我以為還會再問你 不是還會再問你 我沒事講下去幹嘛 對 自己挖礦的感覺 沒有 所以我剛剛那句編輯的話 我覺得很好 就是歡迎大家運用這個原素材 去做各種各樣二次的創造 你要做饒舌樂 要做流行樂 要做什麼東西 都非常的歡迎 不過 如果要看到就是有編輯著作的 額外的創意的話 尤其是就是這兩位的貢獻的話 這部分呢 還是值得去尊重著作圈的 這樣有沒有橫平 因為反正那個高雄大港開唱 它就已經有拿來用了 對 其實你也證明了一件事情 因為就算真的是 其實這個二次創作 它也不是這麼容易的 對 其實是非常難的 非常難的 對 因為這邊跟大家證明了 就是密度高的東西 你要翻譯到別的語言 這比創作創作更難有的時候 對啊 是真的 連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身份跟立場的不同也是一個啦 是的 我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講說就四次的闡述了嗎 跟我自己 我都要看四次的闡述了 經過四成了 才能夠去逐漸去靠近你所講的 那當然是我比較勞頓啊 但是如果是天才的話 他可能就不用了 好 真的就是最後一個 也不能是最後 就是希望我們的善緣 還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就是在這一次裡面 就是 就是我們這八次下來有沒有 就是說 應該算是最多次了嘛 那您有沒有 就是您的一些 不管理性上面 或是感性上面的 要跟我們分享的這樣子 或是說還有遺漏的一些 重要的主張 您想要再來 就特別highlight的 我覺得其實也是可以再講一下 講一次 因為 因為其實透過影像有沒有 影像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傳播力又更高 因為的確就是像你講的 四次五次 然後就像三倍券 五倍券 四倍券 那個威力真的其實蠻大 尤其是最近那個 前年那個例子 讓我其實有非常大的震撼這樣 因為他已經到千萬了 千萬其實已經是二分之一 幾乎是二分之一的 台灣市場了 好 那我回過頭來 就是說 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這八次下來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於未來 不管聲音怎麼用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很 然後第二個層次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還有沒有一些重要的主張 然後就是說 即使是重複提到的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包括永續發展 因為他 他其實是可能是 對有些人來講 是有抽象的概念 但是再講一次 我覺得多講一次 再多講一次 其實那個記憶 大家其實就記起來了 OK 好 我想 就分別回答 我覺得這八次下來 我覺得確實我們的 就是怎麼講 同調履同步履 變得相當的高 就是已經到一個像 你去 引我們之前某一次講的那個情境 然後我可以回到那個情境裡面 反過來也是一樣 所以等於是這個素材 真的是共用的素材了 真的是在一個共創的狀況 而比較不是說 單方面講一句 然後這邊編輯 然後你再講一句 這樣的情況 比較是在那種 共同創作的情境裡面 共同屬性 這確實是這種感覺 那我也覺得這一次我們的 不是用主自告把它留下來 而是用影像把它留下來 它多了很多非語言訊息 多了包含字跟字之間的停頓 或者是看主自告的時候 其實不會知道說 我們有的時候好像 有種絞進腦汁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概念 它過於豐富 所以現有的語言好像不太夠用 然後要繞個幾圈 才找得出字來描寫它 但如果只看文字紀錄的話 就會 因為你不知道 上一句跟下一句 中間過了十秒鐘 所以就會覺得說很順的 就這樣討論一下 但其實因為有影像紀錄的關係 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在處理的這些概念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用文字或語言講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 比起主自告來講 影像紀錄的一個優點吧 但是反過來講 這也對很多觀看的人造成壓力 因為它看出自告很快 但是 就跟著我們去行走 那個思路 其實很花時間 尤其我又很跳躍 對 所以在前幾次 也有很多人留言說 就是完全抓不到重點 或者不知道要繞多久 才能夠抓到那個過程 所以 確實也很像 我又算有一個很好的比喻 這個苍蝇在瓶子裡面 或者是走迷宮 等等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到後面這幾次 可以說是有點走出那個迷宮了 可以說是 大部分的用的詞語 可以一下子就獲得共鳴 而不會需要好像繞著很多次 才能夠去找得到它的那個意義 所以我覺得算是 蠻有效的溝通 是蠻好的一個經驗 那也是你的包容 願意給我們的時間 然後再就是 教導一個盧頓的學生這樣 所以才有可能 總之 您的詮釋 我盡量尊重 對 那在第二部分是 我會覺得 我自己沒有什麼硬要講的東西 但是 永續這個概念 我覺得確實 比起把它翻成像可持續發展 我覺得永續是一個比較 比較長 然後比較大的規模 當我們說可持續發展的時候 感覺好像還是 就是這撮人 在這個星球上 但當我們講到永續 就是因為永真的是永遠的意思 所以 確實 你說有些 新機關 不是只是國際關的部分 就開始能夠進來 所以當我們說 讓你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比我們登入的時候的世界 要來的好 也說明這個世界也不是只是 地球這個世界 當然地球還是 文明的搖籃 但是 文明也不一定會一直待在搖籃裡 那這個是 也希望 讓讀者能夠多往這個方向想 最後可不可以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十七個口訣有沒有 對 因為它是每四個字 每四個字 然後到最後就是 全球夥伴的關係 對 可以再幫我們repeat一次嗎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 他會不知道那個字 那我會 然後 而且可以教我們怎麼樣背 比較好背 對 十六個字就是 前十六項 就是 平積見教 性 淨 能量 公 平 承認 氣 海 路 河 對 十六個字 那最後全球夥伴 那平積見教 就是貧窮嘛 飢餓嘛 健康嘛 教育嘛 這是最基本的 性淨能量 就是性別的貧權嘛 接近的水資源嘛 然後 就是 能源 接近的能源 良好的工作 然後 公平承認 公是 工業化及創新 然後 平時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包含國家內跟國家之間的 然後 城市永續的成像 然後 認識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 然後 氣海路和氣是 氣候變遷的因應 當然現在有人說是 就是氣候危機的因應都 反正就是氣候啦 然後 海洋是 就是水面以下的生態系 那 路是水面以上陸地的生態系 和是 公平正義和平這一類的 那 最後是全球夥伴關係這樣 對 謝謝您的解釋 因為 的確就是說 其實沒有 因為不管是影像或文字 有時候其實如果沒有這範的解釋 即使 你去找原來的版本 有人還是會把你那個字弄錯 對 那我覺得這樣解釋其實蠻好的 而且 其實真的是可以留下來 就是大家 因為那個facts 是對的 不會造成字的錯誤 當然 因為有可能 有很多同音字 對 而且有人可能沒有看到文字 但是 他如果經過這樣的解釋 看到影像 他其實他就可以應用了 而且他對小朋友 小學學習 小學生來講其實幫助蠻大的 所以謝謝 感謝 謝謝 工作圓滿 對 工作圓滿 對 工作圓滿 您上次說 您資料翻一翻之後 您掃描 然後第二天起來 您就知道了 我回去運作了 對嘛 可是第二天起來 是完全一片空白 請問差別在哪 不過你翻的時候 你心裡就是不能下判斷 這個是最重要 就是他大部分的人 在翻閱的時候 其實不是作者在對他說話 而是你心裡會有聲音在說話 我用每一行字都看到嗎 對 每一行字都看到 就是很慢的 一個一個字 一直看一直看 也沒有一個一個字 就是好像視線這樣掃描一下 對 但是重點還是 就是心裡不能打斷 我心裡如果打斷它的話 我也記不起來 我只記得我打斷的部分 有 那個畫面會停留在 原來那個影像是你意識的影像 對 對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建議說一下就用長篇的 可能就短短的一頁A4 但是看的時候就這樣慢慢慢慢這樣 看一下在腦裡不去打斷它 那第二天要做什麼呢 沒有沒有就去睡 那第二天怎麼知道 對 那醒來的時候你就想著那篇文本 那自然就會有一些關鍵字附上來 但是你說我有什麼這個照相時機也沒有 我就是記得那些關鍵字 那所以這個時候還得回去全完檢索 所以其實等於只是快速的 有一個類似鎖印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樣 蓋藥吧 對蓋藥式的一些鎖印 就一些關鍵字之間怎麼連的 那我問一下 您會感覺到一個無形的東西在交流嗎 當然 無形的訊息在交流 當然有 有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嗎 就是好像共享在一個spirit 我們之前講dain 就是說作者當年進入某種情境 那我在看的時候 進入他的情境 對這個就是一生何之 就是我的精神進入那個情境 但是不是特別拘泥在字上 那就是在那個情境裡面 稍微體驗一下這樣的面具 好 我知道 第二個是 您說 小孩子 就是人要睡滿八個小時 對 那我也試著告訴我女兒說 你要去睡滿八個小時 對 可是他書就是 他準備考試 他就是沒看完 對啦 那我怎麼叫他去睡 可是因為他就算看完 但是睡不夠 他反正也記不住 對 所以就是怎麼講 攤題來講 其實都是你寧可看到八成 然後去睡 至少那八成你記住 所以說父母的心臟要好強喔 對啊 可是睡保真的記得東西比較清楚 就整個精神會很好 對啊 因為我以前也是那種附帶型的 對啊 那就記得就很容易很破碎 就那個脈絡會很容易記不住 嗯 可是的確 但是真的沒有那個時間怎麼辦啊 不過當然就是也要看考試 到底他是在考你破碎的那些硬背的記憶 還是他在考現在所謂的素養體 就是考你整合的能力 那現在是因為大考中心 整個往素養這邊移了 對 所以就是你睡不夠 然後硬背一些 越來越沒有意義 對 因為你也無法理解 對 因為他在出的都是理解的程度 可是為什麼那個克斯拉的那個創辦人 對 他說他一天工作15個小時 只要睡6個小時他就夠了 對 那每個人體質不同喔 所以那個8其實只是一個 我要睡到8小時 我不是說 只要是人都得睡到8小時 就因緣而已 其實我就睡保 其實我睡6小時也就可以有功能 可以function 但是就剛剛講 整合式的理解啊 創意啊什麼 就是這種當下的翻譯力啊等等 都會受到影響 對 真的 其實真的會 而且那個持續的那個 思考的集中的持續力 其實會有影響 您有關大腦這樣的運作的原文書 對 有書物可以介紹給我們 可以啊 其實上次提那個人 為什麼要睡覺 他應該有一個extended reading 那個裡面其實就已經有大部分了 但是我想當然我可以找一些 對對對 我理解 我想我覺得是很 可以試著把大腦的這樣的功能 跟做 揭曉給台灣的讀者 可以啊 我也再找一下 好 因為我大概都是看論文啦 但是我也看一下那些論文作者 後來有沒有去出書 好啊 那你們需要一些什麼樣的附入 或什麼 不是附入 就是有一些那個可能 現在就是要跟 像什麼 因為現在目前考試的話 是整理的將近二分之一 但是我想說整理到 就是 就是 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一次再請 也可以分兩次啊 對對對 就兩次 就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這樣 那 就是我們 等一下 就謝謝 然後我們這段時間 哇 這麼好 謝謝 感謝感謝 一本書 就是我們唱說 然後 這幾本書 很棒 謝謝 我經理 也建議應該 瑜伽蜜藥 這本書 四本加起來大概三萬年了 他的協作年代 美感的意識形態 哇 為什麼都這麼厚 而且 他看書快 他拿過欄轉 因為他的主題 我相信 電子版的 會有興趣 當然沒問題 沒問題 所以 你聽說你有練 練功嗎 對對對 他其實講 人體能量學提了很多 好 這三本加起來 兩千八百八十 沒有超過連真的三千塊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掃描了 雖然就已經很逼近了 一個時候 我應該掏錢買 但是 就是兩千八百八十 應該就還在這個範圍裡 所以如果有針鋒出的朋友 正在看的話 我有確認他的價格 直接成本沒那麼多 沒有 他是用市價算 先關掉 好 那我們就 錄到這邊 謝謝 謝謝